首先准备好工具 4.0内六角扳手 十字螺丝刀 尖嘴前 使用内六角扳手 拆卸白杆张力装置 取下磁处螺丝 拆卸完成 接下来拆卸磁圈杆 取下红圈标注位置的两处螺丝 使用内六角扳手 拆卸一号外档杀杆 随后取下二号档杀杆螺丝 注意 只需取出螺丝 拆卸完成后如图所示 使用尖嘴前 拧动两处固定夹板螺丝 完成后拆卸固定夹板 取下里侧的荡杀杆 拆卸完成后如图所示 使用十字螺丝刀拧开此处螺丝 拧开后取下前盖板 如图所示 接下来拆卸传动皮带 使用任意棍装物体 将传动皮带撬出 使用内六角扳手调整电机安装位置 根据选择上方的螺孔露出多少 确定松紧度 这里给出电机位置参照 上方的螺丁孔外露三分之一 皮带张力偏紧 上方的螺丁孔外露二分之一 皮带张力十一 调整完成后装回皮带 需要注意电机最终位置 需根据传动皮带实际松紧程度来定 装回传动皮带 用双手分别握紧倒杀棍并对拧 感受皮带的打滑程度 这里给出对应手感参照 可暂停查看 确认位置合适后 需确保电机的两个螺丝务必拧紧 最后只需按照反向步骤安装 即可恢复成品状态